董事长 我最好奇是 你说没有什么意外 他妈妈讲话都非常的精准 他妈妈居然讲 2028能不能选不上 也没有办法了 现在柯文哲最严重的问题 他的政治声明已经结束了 这句话我今天讲出来 全台湾可能大部分人都不同意 但是我敢做大胆的推估 政治声明没有了 因为很简单一个事情 他会报那么多事情出来 并不是他讲的那么一句话 媒体很坏 不是媒体嘛 这个人又贪财 人手又不干净嘛 你知道什么问题吗 什么问题 他去年在选举当中 跟国民党签了六点协议 这些六点协议签完之后 借着蓝白盒 骗了台湾一堆人的钱 最后又骗了一堆票 然后最后全世界 都关心台湾选举的人 都知道柯文哲是什么 是骗子 你要知道吗 他是前面有骗子 后面有弊案 才轮到今天这个鬼行姑传会 不是大家在害他 因为如果他今天的信用 小弟在台湾很简单 勇敢的媒体人 从来不说谎 很简单 来正面对决 他有这种信用吗 他是骗子 才是真正的核心问题 那你说他就正式生病没了 结束了 开庭他就会崩溃 他就会跟上一次一样 哭得像个小孩一样 整个民众党就崩盘了 他有这微味救到 没有这个问题 没有那么多微味救到 没什么就贪污犯就贪污犯 还救个鬼头 就准备去土城镜 土城报到 这是他未来的命运 未来好一点的话 十年内在官司缠身 以后再过的半年 你连柯文哲谈都不想谈了 因为他每天跑法院 要跑十年 因为贪污这个东西 要打三审定业 所以难怪今天 他在跟这个傅昆琦握手的时候说 不要再帮我加油了 他不知道他未来多惨 因为我看过很多 像他那么悲惨的人物 黄国昌跟徐晓星一样都最红 然后你半年后在哪里 不一定嘛 对不对 这个赖兴得百分之四十得票率而已 明年是四十吗 可能不到七十到六十不一定 但是我注定柯文哲 明年不会存在台湾政坛上 你说政治起起落落 但他确定了 他已经确定只有向下滑落 他就是一个向下极速坠落的一个政治的流星 他已经结束了 他没有任何将来 要谈司法 第二个问题要谈司法 现在我们要讲一句 你柯文哲现在到底收到船票没有 你不是讲他收到了 我认为第一个收到比较正常 不收到 这个待机大掉 因为你现在十九号要去包围 民进党中央 对 那我是北浅 入权都拿到了 那我北浅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我跟你讲 应该这个案子已经到了 全是国人皆知 各台都在讲的时候 一般来讲的话 我认为他的发动 启动侦查时间很早 大概在二月份 就例过完年开始 就开始启动 其实在 就例过年前 我已经在开始查这个案子了 我也在找 透过管道 跟市府的朋友在收集资料 没有透过议员 我也在私下在想 我知道他哪些问题 因为我一直想告他嘛 你知道吗 我对他反正 你还不放过他 他已经够惨了 你还不放过他 他告我 他先告我嘛 你跟我讲嘛 那我这个人就是 以爆料为乐的人 你也知道嘛 因为我本来单 我现在讲说 我的国法的故事 到回到二月份讲给你听 我认为二月份了 结果拿不到资料 我就觉得有问题了 结果我认为 那个时候的北浅 相关的侦查座 我已经开始了 所谓的监听挂线 还有扣 所谓的 扣这些相关的公文书的资料 已经开始行动 所以相关人的不敢讲话了 对 我讲一件事情给你听 有一个退休的前检察官告诉我 他们的处理方式 会在早期开始 一次跟市政府调50个案子 那你不知道要查什么 就在这方式帮我查 我案名给你 通通来来来来 来50个 其实我里面有一两个 我真正要查的东西 所以你想暗卡都没办吧 暗卡 结果这个案子已经曝光了嘛 所以怎么办呢 所以应该照理论上讲的话 他不太有必要 要去做搜索的动作 搜索柯文哲 因为柯文哲东西 现在有两个东西 一个公文嘛 一个是钱嘛 柯文哲有没有把钱藏在家里嘛 因为钱最重要 追金流最有意义 他不会在账号 柯文哲这个人他很小心 他不相信任何人 那他一查的话 他的钱被查出来 就是起码 不明财产最是确定 对 所以现在搜索没有意义了 但是奇怪啊 那搜索没有意义 他告诉19号 他怎么敢去包围呢 后来我想通了 他就表示他可能没有收到传票 他要跟你用威吓的方式 赌一把 就跟你恐吓 恐吓北检嘛 关键是北检嘛 那北检检察官会怎么办呢 不需要搜索的情况之下 再搜索 要跟你 要跟你跟高宏安一样嘛 画面拍出来嘛 15路20路30路全面搜索 硬干了 要跟你硬干嘛 现在没有 北检察官没有路走啊 检察官也没路走 因为案子一直发出来啊 对不对 然后要不要压人 一定会压人嘛 因为相关资料早就在手上嘛 因为谁负责稿钱 谁负责签章 这个案子承办人不要收押 财责人一定会被收押嘛 有承办人收押 柯文哲就跑不掉了 是哦 我是万华人 我每天常常经过什么 经过环河快速道路 经过环河快速道路 你就看到 万大市场这个地方正在盖 在盖的时候 你没有从空拍开 你不知道 看了以后把我气死了 这个地方 盖成这个样子 一个半成品 一个像一个烂尾楼一样 那我本来讲说 你总要盖好吧 我听鼠卫才讲 知道说 原来他的工程设计 就是这个样子 如果台北市政府不给你后面追加那50亿的话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半成品 一个不能用的大楼 交给台北市政府 没错 实际上在保洁家附近 如果你开这个 所谓快速道路的话 你就会看到这一栋建筑物 这栋建筑物是什么 是我们台北市的第一果菜 还有鱼类批发市场的改建 那实际上当初花了125亿 当初是由中工得标 保洁 中工如果是这个 后续没有追加50亿来说的话 他盖出来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就这样交给我们 就交给你们 那能用吗 对 不能用啊 所以因为他等于是绑架你嘛 所以为什么后来议会 一定要通过这50亿嘛 不通过来说 他根本完全盖不起来嘛 那这个对中工来讲的话 原本盖了125亿 或许我没有赚钱 但你追加这50亿来的话 我可能就会赚钱 所以某些程度来说的话 如果你要把它刺成是说 因为他当初让中工得标 反正低价得标 后面招逼 这个再给你加工程的时候 你就会赚钱嘛 不是 除非之前早在我们节目讲说 这是干一半的 后面如果六楼没有盖 七八九层楼没有盖 这个房子根本不能用 我还没有感觉 因为我没有画面 搞不好再看一下 你可以接受说 台北市花了一百多亿 搞了一个半成品 你除非再给对方 再给这个包商 再给 而且是同一个包商 再给50亿 否则台北市民就是冤大头 台北市民花了这么多的钱 结果 搞了这么一个烂摊子 保洁 我跟你讲 我们现在可以终于知道 为什么我们前一阵子不在讲 高雄发展得很快 其他县子发展很快 为什么台北停滞不欠 你光看这个 这个 果菜市场的改建案 保洁 他经历过多次的流标 我就说啦 柯文哲 为什么台北市政府会 台北市的这个建筑会这么慢 你自己仔细看 从第一果菜 从果菜市场的改建 从北市科到南港BOT 哪一个案子不是一直流标 一直流标 一直流标 你就当然delay了整个过程 那为什么要一直流标 现在大家就说 你是不是后来得标 你看 第一果菜市场是中工 然后后来北市科是谁 是星光人兽 然后后来这个BOT 这个南港BOT是谁 是星光人兽 你是不是有刻意无意的 在做什么事情 我们不知道 所以因为这样 然后现在有一个 共通的特征是什么 都盖不好 你看第一果菜市场盖好了没有 没有 没有盖好 北市科开发了没有 没有 没有开发 南港的BOT开了没有 没有 所以就是这样 所以为什么台北市政府会 台北市会一直落后 我钱都花了 我该给都给了 我什么都没有 对 然后工程一直delay 到现在为止完全都盖不好 这就是柯文哲所谓的理性故事 科学的结果 那我们就一直 我们现在就合理怀疑 你为什么跟你往来那些人 最后都能够得到这些 疑似是好处 或者说得标 反正都是他们 但是你到底 为什么会让这些工程一直流标 而且他的很多的SOP 几乎是完全一模一样 第一个我一开始都定一个 非常高的标准 然后刚刚高标准之后 后来我就把它开始往下降 降了之后 你看以这个南港BOT 这个案子来说话 后来我还把它分拆 原本有三个这个工 又分拆 跟北市科完全一模 所以他的SOP都是大同小异 然后来招标的人 都是大同小异 而且我之前问了一个 北市科的这个厂商 我说你们都已经被征询了 你们干嘛不来投标 他说我哪知道说 他把那个医疗专区给拿掉了 对好 那我们就讲 而且这些人都换来换去 以这个北市科 北市科这个案子来说话 你看这个是不是最后新售得标 但是中共有没有去 中共有被征询了 然后后来以这个目前为止来说 这个南港这个案子里面来说话 你看谁得标 是这个新售得标啊 那第二名是谁 宏慧 宏慧是谁 宏慧是做这个双子星的 所以你看他跟他好的人 你老是觉得说 跟他往来都是那几个财团 都是那些 好来好去都是那几个 但是你知道真正的结果是什么 真正的结果是 因为你是不是为了这个 刘彪刘彪刘彪之后 让你那些所谓的 我们疑似怀疑说 让他们得标之后 然后让整个工程完全delay 到目前为止 为什么很多工程都盖不完 为什么我们台北市的 发展会落后高雄 从这个他的做事态度 你就知道说 难怪会落后嘛 因为连工程都盖不完 不是 你知道吧 台北市有很多的工程 而且台北市有很多工程 大工程 包括你做很多的捷运工程 对 你真的你今天要拜托人家来投票 或者你今天去巡价 我觉得那个台北市 是比其他的地方 都有更多资源的 对 我跟你讲 这个问题在哪里你知道吗 你知道正常程序的都没有问题 譬如说你说金人堡 你看已经盖好了 譬如说你说新一区 它这个招标给 对齁 完全都没有问题 都等于说是 万步就班的做完了 正常程序都没有问题 但是老是这些 你看都最后变成烂尾 或是疑似烂尾的 都会有问题 所以才说这里面 你要说真的没有鬼吗 套一句柯文哲的话 你不要认为人民是没有智商的 好 所以说 你之前在我们节目讲说 今天那个做果菜市场 你觉得很多的弊端 那非常的不合理 哪有时候我盖到五楼 我一个六楼的建筑 我只盖到五楼 盖五楼盖五楼就算了嘛 六楼可以不要盖 就你最重要的消防安全措施 最重要的积电措施 最重要的关键设施 全部放在六楼 如果你当时就讲 如果当时没有按照 他们要求的追加预算 追加五十亿 追加四十九亿 他真的是交这种东西给我们 真的交这个半成品 交这个烂尾楼 交到台北市政府 真的完全没有办法使用 我先回应 我先回应刚刚老师讲的 就是为什么同样的厂商 在台北市在科士养任内 可以一直标一直标 他真的有专业的开发能力吗 我就以新售为例 他是一家保险人寿公司 但你看他标了什么案子 北市科的地上权开发是他 南港转运站BOD是交通建设 其实他连内湖数位创新中心 他都来标 他是第二圣位 而且他还是第二名 元大还不在里面 对 请问一下 他是保险业 他又可以经营数位中心 又可以经营交通设施 又可以经营地上权开发 他真的那么厉害 包山包海 可是问题是我们看到 北市科到现在还在长草 对 如果是要种草两年 我也会种啊 然后南港转运站到现在 完成30% 可是按照我们的预定规划 明年就要营运了耶 可是他现在只完成了30% 那还好内湖数位中心 他没有标到 我真的很想请保险师去查一下 这个新汪人寿 他自己公司的资本氏足率 都已经不足了 他到处把台北市的这些地 裂到以后 站着毛坑不拉屎 对于我们的保险的这些民众 因为他拿的钱是我们保护的钱 对我们保护来说 他的钱拿走 然后拿来投资 可是又不好好开发 然后柯文哲就放任他这样搞 这样到底赢的人是谁呢 除了财团本人以外 保护书 台北市政府书 台北市民书 好啦 那再回到这个第一果菜市场 我2018年一当选 我就说我要查这个百亿的改建案 为什么 因为当年这个案子 我不敢说他是弊案 但他绝对是乱搞 乱搞 当年2018年就是柯文哲为了连任 在没有做先期规划上的时候 他们市长是开了一个成会 然后就莫名其妙说 好 这个案子我们给他150亿 送到议会 我就后来问市场处说 你要去哪里都不知道 你是哪里去掰出一个150亿的案子 他就说我们就想说 我们要盖一个最满的量体 然后我们就按照楼地板面积 就去乘 每一瓶多少钱 然后就算出一个150亿 我们就送到议会了 所以他一开始 他就这样天马行空编了一个150亿 就送到议会 在2018年选连任之前 送到议会来 然后议会就给他小砍了10亿 用140亿去招标 然后标不出去以后 按照公共工程委员会来函的指示 你三次标不出去 你有两种做法 一个 你就是不要盖这么大的量体 不要那么浪费啦 8加6 你卖水果 卖菜 卖鱼的 你要盖到8加6干什么呢 要嘛就减少量体 要嘛你就是在检讨预算 结果柯市府没有 因为他的连任的政绩 所以要赶快标出去 他就怎样 偷工减料便宜行事 就跟业者先讲好说 不然我们先盖五层楼就好了 你就把这些必要设施都埋在以后 然后你先盖五层楼 你先来标 以后一定补给你啦 然后中工就来标了 就标出去了 可是我现在看到刚刚拍的那个画面 不补也不行啊 如果不补在外面 如果不补 我真的台北市民拿到的是这种半成品 没有办法用啊 没办法用的东西 那等于在论天市场啊 就算这个没有办法用的东西 我也花了我台北市民一百多亿耶 是 我们一直到什么时候才知道 一直到去年 新工处又要追加四十几亿的时候 我就说 那我们就盖五层楼就好啦 五加五也够用 因为我看里面的 就省一点花啊 对 就省一点花 五加五也量体很大了 然后新工处才面露南社跟我讲说 议员没办法不盖 我说为什么 五层楼就收工就好啦 他说 因为很多积电设施 消防设施 他们都放在六楼之上 这太恶劣了吧 这不就是故意的吗 而且 后来李四川副市长就跟我讲说 钢筋都盖上去了 所以你也不能不盖了 你说五楼要盖六楼 一定要预留一些钢筋 这钢筋都已经预留好了 他钢筋已经都盖到六楼以上了 所以他不管你预算够不够 钢筋盖到六楼了 对 所以你一定要给他 即便你六楼以上的预算没有过 但是是谁给他的胆子说 你可以先把六楼的钢筋都做上去了 就是柯市府当年答应人家 后续扩充预算会给你 一定会给你 所以我花了一百多亿 我把这个土地给浪费了 我完全不能使用 我还搞了一个这么难看的东西 对 我不知道说公务员哪个人 那么大胆按盘答应说 四十几亿耶 你是凭什么资格去答应 这个得标厂商说 阿伯一定给你四十几亿耶 每议员都不敢答应耶 柯文哲作为一个即将卸任的市长 你当年怎么可以答应中工说 你把我先去啦 阿伯一定会保护你 先上车后补票到这个程度 如果中工作为一个得标的业者 他没有得到业主的同意 他怎么敢先把工跟料通通盖上去呢 他又不是白痴拿不到钱的事情 他为什么要做呢 钢筋很贵的 是啊 如果我今天还没有确定后面有钱的话 我只拿合约只到五层楼 我是不是只会做到五层楼 对 我绝对不会把钢筋先弄起来 先盖上去了 他就是 不是 我觉得最荒谬的是说 你如果要盖五层楼 盖六层楼 你应该有个想办法说 我五楼到六楼我怎么去补救 但你还说我今天你给我的 就是一个五楼的建筑物 五楼的建筑物我勉强可以用 我有需求再往上盖下去 哪有说 我如果不盖到六楼 这个楼就不能用的 而且柯文哲现在扯说 2020年疫情之后原物料上涨 但是你是2018年 就做出这种减项招标的事了 那个时候根本没有疫情 你2018年在做减项招标的时候 你已经自动降到五楼了 本来是8加6 你变成5加5 然后标出去了 所以你当年已经预设 这个未来就是要追加预算了 可是你记不记得柯文哲 当年都很臭屁的说 我告诉你我最看不起那些 追加预算的市长了 追加预算代表你财务控管能力有问题 结果这个案子你算一算看 125亿的案子 它追加了四十几亿 你追加百分之三十 没有人这样子追加的 物调最多也就是百分之十几而已 你三十几四十几的追加预算幅度 你柯文哲的财政纪律到底在哪里 而且事先承诺 事先交易 那这个到底算不算按盘呢 对 我知道 你刚刚看了以后 你觉得不可惜 柯文哲怎么敢这么胆大妄为 我觉得这里面不合理 第一个我是包商 我也不敢来标这种案子 因为你公务员承诺有什么用 柯文哲就走了 那公务居座也走了 所以能够承诺 你承诺我四十几亿 我头头派去听你这么说 柯文哲 你 我们当包商的人 不会相信公务员 给我们的私下承诺 你合约给我签好 我都担心你合约给我出问题 所以没这个事情 不会是包商相信承诺 这个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逻辑 所以我说这个很奇怪的事情 就一个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说 就要去查队原始的开标原图 如果原始的开标原图 里面应该是到八楼 到现在追加一百九十几亿 以后的完整设计图 他什么叫减项招标 因为我们一般来讲的话 所谓的项目 譬如说我们有分成十大项 然后变成一百个中项 然后一万个小项 这叫做项目 他把其中一些有工人 一些项目就拿掉 就直接把那个标单里面的 几张图撕掉 在开标 有这样子标的吗 第一个我是去投标的 我就想到一个什么问题 你知道吗 因为我现在盖出来 是个半成品 或是一个烂尾楼 我怎么验收啊 因为你最后公务员 要验收的时候 不是你公务员 不是你工程 不是你公务局来验收 办谁验收 市场处使用单位要来啊 不能使用怎么验收 对 用怎么验收呢 因为有功能性缺失怎么验收 对 所以这个标怎么标呢 所以这里面太怪了 然后他居然胆子大到 最后让他开标 我是想说 可以再追加四十几亿 超过百分之三十以上的金额吗 对 因为这个应该要另外再开标了吧 对 因为这个跟主体工程的 一百二十几亿的差距 张三成多四成的钱 这很不合理吗 这个在审计法里面可以通吗 审计法可能都不通嘛 因为当时这个东西 在审计部在报的时候 对 他本身就有财快啊 他主计数会让他合这个标吗 因为这个标不是你 柯文哲批的就可以 他还有主计单位耶 主计单位是听中央的 审计单位直接管的 所以这个是整个 有好几个单位介入 还有 所以这个怎么搞 因为这个东西是不合理的事情 不合法嘛 对 因为你就是说很 讲简单就是不合法 就是你开了个标 然后盖了个建筑物出来 不能用 很简单 就是这个东西 要用可以 你现在 我柯文哲现在人走了 现在谁 那谷主是谁啊 蒋万安 蒋万安买单 都买单 钱来继续干 不拿钱我这个丢给你 我走人了 就是这么回事 你刚才讲的烂摊子 他就是标一个烂摊子出来 让蒋万安收拾 有这种事吗 他大概八年市长 IQ157 他旁边的副市长 市长处是谁监督你知道吗 你不知道谁监督啊 不知道 黄珊珊监督的 黄珊珊监督市场处 然后彭震生监督公务局 这两个都要负责任的 怎么会同意 这个章怎么盖下去了 怎么这种事情发生 我觉得不可思议嘛 柯文哲现在的问题是这样子 吃多人不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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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怕了 反正他整成乌传会嘛 反正他烧了 也是这么一个人 最后可能烧骨扬灰 他多实践多二十件的一样 各位 你们台北市议会的调查小组 就要启动了 要约谈柯文哲 可是柯文哲讲 你们就知道博明生啊 你们要蹭流量啊 每天讲三大案 搞得最后只有两个案子要出 你这不是很怪吗 他说每个大案都有一千多页 每次读完我都要花很多的时间 他说我不相信他们会读完 现在很多是议员干嘛 是要博明生 乘色量哪有做温客 你们动不动把我叫去 只是要作秀而已 坦白说 柯文哲一直说 台志光也要调查 那我就问啊 民众党也有议员啊 民众党自己为什么不提 台志光的调查小组 对 他为什么不提 他只要提我就签啊 但民众党议员也没有提 台志光的调查小组 所以你真的想说要去办台志光 民众党的议员办台志光 你也会配合 对 因为台志光如果调查 就是调查一件事而已啊 柯文哲你为什么跟台志光 签了这么高价的紫约啊 八年付钱给台志光的是柯文哲耶 郝龙斌跟台志光签的是没有付钱的 对 从头到尾执行紫约的都是柯文哲 所以如果要调查台志光 我乐见其成啊 我告诉大家 这八年来每一年都有12次的都委会 排进都委会的案子都不用到市长室 只有金华城这个案子 一路签到市长室 由市长合章说 其他的不用 当然不用啊 每一个月都会开一次都委会 每一个都委会大概都会排3到5个案子 所以一年大概会排30几个到50几个案子 全台北市的各个地方的细部计划 那都是由都发局自己幕僚单位 决定要排什么案子进去 然后就签到副市长 副市长就去主持就审核 就这样子 但是为什么只有金华城 因为是不是因为中工 威京又是柯油油 我们刚刚说了 我们现在几个台北市员赫然发现说 好像有几个厂商就是柯油油 然后我们根据这几个柯油油去抓 一抓一个准 新寿 威京 中工 去看他们跟市府合作的一些案子 都有不同的问题出现 中工有金华城 有这个第一果菜市场的改建案 他也是四北科的潜在投资人访谈的 这个访谈人 这个对象之一 然后新寿有北市科 有这个南港转运站的OT案 还有柱六支六他也是地主 这些都是跟柯文哲有过这个高插的人 然后也有程度不同的问题在里面 好啦 那你说今天金华城这个案子 我们认为是公平正义出了最大状况的一个案子 因为是金华城什么建筑物都还没有盖出来 市府光是融奖跟融移 已经送给他超过150亿了耶 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个一个企业 他什么都还没有盖 什么都还不用做 然后市府光用融机这件事情 已经让他爽壮150亿了 而且我们之前讲的他是融资奖励 结果他的融资转移 也有很大的问题 是 我是最 因为我根本不懂融移 然后金华城一直说 我融移是用钱买的 讲得很大声 所以我们都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我最近接到检举就是 他连融移这个部分 都可能涉嫌低买高卖 什么叫低买高卖 后来我就问了市政府 他的融奖是市府送的 这件事情监察院已经纠正了 他30%的融移这部分还有8000多瓶 其中的4000多瓶 是用代金跟市政府买的 是跟市政府买的楼地板面积 市政府可以卖楼地板 可以 然后可是市政府卖多少钱 这就很重要了 卖的钱按照我们的融移代金的 相关建价规定要以市价 也就是他移入了这个基地的市价去计算 合理吧 你要跟我买融积率 我当然以你这个地方的市价 那市价是多少 第一个有市价登陆 第二个你威京自己喊未来是200万 我就算没有200万 你好歹卖个150万 合理吧 因为当地的行情 现在新城屋都已经破130 140了 结果我们容易换算下来 每一瓶大概只卖他104万 换算下来我们4000多瓶 只卖他44亿 44亿 可是如果按他自己的估计 200万 200万到250万的话 他光是这4000多瓶 从市府买的融移 他未来盖好又赚40亿了 光是这一笔融移又赚40亿了 40亿起跳 那我就觉得说 全部都是市府 双手奉上给他的 融奖 融移 一个是白送 一个是低价卖 那一般的老百姓 我们要都庚的时候 融奖拿不到 更不要说融移了 那这个部分 柯文哲或者是说 当时决策的官员 要不要说清楚呢 最近我们市政府正在进行 公务部门的备巡 都发局长已经连续一个礼拜 被叫上备巡台了 我觉得他真的是非常无辜 他最近终于松口了 他说金华城这个案子 绝对不是由下而上牵上去的 而是由上而下 他这样讲由上而下 对 我跟大家讲 民众党跟柯文哲最近说 我们收到业者陈勤很多 我们收到陈勤案很多 我们就是按官吏交办下去 可是我们去问了都发局 由市长市像这样子 交办下去的有几件 八年有几件 几件 大家猜猜有几件 就一件吗 就一件 我告诉大家 市长市收到 我当年也在市长市待六年 我们会收到各式各样的陈勤 有民众有业者 有的我们就是整碟交下去 你们自己去处理 有的我们会写交办单 这个案子是特别有交办单 我看过那张交办单 交办单上市长合了张 而且上面还有列管的公文号码 意思就是跟都发局说 这是我列管的 而且是市长关心市长交办 不是说交给秘书长交办 副市长交办 所以不是应付应付的 对 有列管编号 而且是唯一一件 由市长市这么慎重交办的 所以都发局当然知道要怎么做 做人会搅招 人会看脸色 可是都发局不敢自己处理啊 所以都委会的案子 我刚刚说了嘛 本来都是都发局自己幕僚单位 决定要排哪些案子 都进都发局都委会去审嘛 这个案子都发局自己不敢决定 秘书长自己不敢决定 副市长自己不敢决定 一路牵到柯文哲 问到市长说 我们可以把这个案子 排入都委会吗 你要知道柯文哲 根本不是都委会的成员 所以过去都委会的任何一个案子 照理说不应该会到市长室 所以我要不要排到都委会 排到都委会 我要给他多少楼底板面积 我会送到市长室的 因为他不是都委会的成员 所以柯文哲照理说 看到这个案子 他连批都不需要批 因为他应该要说 我不是都委会的成员 你怎么会送我 可是为什么他合了 为什么他同意让他进都委会 而且最后同意这个容积呢 他自己不是说了吗 我怎么可能敢管到一个个案的容积 是啊 你就管了 你怎么会管呢 而且你还给他了 台北市每一天处理多少个案的容积 哪一个是由市长合的 就是这一个 我觉得很怪的是 当时金华城大家已经指引了 很多的议员也讲 你要小心处理哦 不然没有人后面 他怎么敢这么胆大妄为呢 所以我们才说 有两个案子是郝龙斌不敢 柯文哲都敢的 一个叫做柱六之六 一个叫做金华城 两个都是郝龙斌坚持了八年不敢 但是柯文哲都敢 所以我要改口叫他柯大胆 真的 好所以余鳳 这个案子 他说检掉 我觉得今天市议会军动的一个调查小组 我觉得柯文哲根本不在乎 他最怕是检掉 他检掉真的会查吗 对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柯文哲先生 他竟然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之前在选举的时候 其实有一些风声已经出来了 所以呢 他的发动并不是说 我们后来媒体在吵的时候 其实在总统大选的时候 有一部分的情资已经进到北柬来了 所以呢在这个 这个情资里面 他讲说要查我也应该是总统大选查 怎么总统大选查 选完才来查我 对所以呢 其实他应该是有sense的 因为在那个时候呢 有一部分的情资已经进来了 然后呢 为什么呢 在图利罪的部分 其实是比较好扣住的 那直接把它弄到贪污序的条例 对那就是因为 其实他们现在北柬已经在查他的金流 所以柯文哲 在选举过程当中 所有的东西 过去的资料 跟今天来讲的话 如果并在一起的话 如果其中有一条 有一条开花的话 那完蛋了 柯文哲他讲的说 传他是作秀 其实我觉得很有可能一次就开花 因为他们不太可能 传他来两次 应该是准备好之后 一次就给他开花 你说对柯文哲 这个抗担的人 选过总统的人 要一枪毙命 如果今天敢传柯文哲 因为他已经 已经呛读到这么硬了嘛 只要敢传他的话 我相信金流一定就是有卡到 金流有卡到的话 你进得去 你今天不一定有机会回家吃晚饭 所以这个部分 其实对柯文哲来讲 其实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事情 他说我519要到民进党中央党 我不去抗议啊 好 如果去的话 其实他们已经申请到路权了 申请到了 他们申请到路权了 有申请路权 对 他们申请 等一下 他申请路权 台北市警察局给他了 对 给他了 所以呢 现在来讲的话 今天519他肯定是会去的啦 他有申请路权的 没有办法来把它强制驱离了 所以他一定会去 但重点还是 我觉得还是回到他的官司 你看柯文哲他现在面对媒体的那个反应 已经没有以前那种自负的感觉的 所有的东西 其实我觉得他越讲越保守 越讲越小声 应该就是知道说 进到北柬日子不会好过 对 董事长 这个事情会怎么发展 而且他真的519要去民进党中央党部了 柯文哲已经决定用这个政治对抗司法 我觉得这个大原则他已经确定了 因为他不知道后面发生什么事情 反正他现在手上所有的筹码是什么 他的力量是什么 就是民众党 所以柯文哲夹着民众党党主席的威势 去面对司法的时候 跟柯文哲一个一品老百姓去的话 对 你说有没有差别 所以他要不断地去铺陈 去等于说去酝酿或者去强化 他是民众党党主席这件事 他要强化这个身份去到北点的话 总是会比较优待一点嘛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 而是 现实是 因为他VIP嘛 对不对 VIP 那检察官也对他会比较 处理起来的时候 要做任何处分之前 要稍微要考量多一点 因为有社会这个 社会这个官僧问题 这是第一个我要讲的 第二个你要注意到 黄国璋是职业律师 又是法律教授嘛 黄国璋讲的第二点更可怕 他说我柯文哲保证案子没有事情 进去北检 出来就是检察官牵截 他判断了 那这两句话我一听完了 黄国璋故意害柯文哲 为什么要故意开 你是检察官 有一个人在外面说三道四 那放心 去的话当天就出来牵截 牵截是什么意思 案子就close掉了 案子就关门了 就没有案子了 牵截跟你的五宝四回 如果真的这样的话 那这个检察官就变黄国璋的 小嘴 那我怎么 检察官怎么干 我跟你讲 你要讲我牵截 我就不敢牵截了 不然我变素兴 让你到后的 所以这个就充分我看出来 这个黄国璋在害柯文哲 他巴不得把他害死 第二个更糟糕的 就是我刚前面讲第一点 他为什么还在鼓励他选2028 我跟你保证柯文哲心里面 现在已经怕死了 他不敢选了吗 不选了不选了 打死我不要谈选 那你不知道记者通通赶出来了吗 对对对 赶出来躲在里面谈什么 谈2024选举啊 败选原因 那就是要谈2028嘛 他就是不想选了嘛 结果黄国璋公开鼓励他 一定要选一定要选 那我问你黄国璋是好意啊坏意啊 那如果黄国璋是坏意的话 柯文哲不知道吗 那如果柯文哲知道 为什么不翻脸呢 那柯文哲后来有一个人就 某位民进党大佬 写了拿了简讯 发给柯文哲 告诉他说黄国璋是坏人啊 你知道柯文哲怎么处理吧 这还给黄国璋看啊 对啊 给黄国璋看啊 包括我的朋友 我一定是你们两个人的朋友 我发个简讯给你刘宝洁 你刘宝洁拿给那个我去 我去骂他的人 那不是害得我这个人 将来跟黄国璋不能交朋友 对 柯文哲干这种事情 那所以柯文哲会出卖 提醒他的好朋友 那这个好朋友将来 无法面对黄国璋 黄国璋甚至以后要报复他 对 那这种柯文哲黄国璋害他 不是刚刚好而已 哪里有多 对 现在各界都在指控说 柯文哲上面 你怎么有三大案 进化成北市科跟台志光 而且你根本就是为了 这个厂商量身定做 你也太图力财团了吧 那柯文哲就说 没有 你把所有都公开啊 而且他说 那根本就是微畏就造 这三大案 没有任何的问题 可是大家现在在爬苏 真的只有三大案吗 搞这变定不是三大案 是可德报有三十大案 现在已经刚刚讲到 遍地开花了 所以柯文哲讲说 没有三大案 这句话也没有错 因为背后是什么 是有两大家 而且你是不是就 注意到一点 柯文哲是不是讲 一直去查台志光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台志光跟这两大家 完全没关系 我说你搞懂了嘛 你就是在掩护这两大家 为什么会这样讲 来各位 清华城我们那时候讲到的 叫谁 沈庆钦 沈庆钦 沈庆钦他背后代表 是中华工程 你说雨萱拿后呢 然后另外一个弊案 叫做第一果菜 以及鱼市场的开发案 那时候大家是不是 有讲到简像招标 保理哥猜猜猜看 背后的厂商是谁 又是中华工程 又是中华工程 又是沈庆钦 那你说雨萱 那这只有沈庆钦 他跟国民党 中藏为特别好 好好好 那我们继续讲 星光人寿涉 第二集到的案子是什么 是北四科T17T18嘛 但你以为只有这样吗 没有 他们现在抓到另外一个案子 叫做南港的BOT案 而这个南港的BOT案 离谱在哪里 离谱在他只用了8%回馈给市政府 换言之 整个转运站只有8%是政府的 然后其他都是谁的 都星光的 他可以盖19层楼 然后全力金低到不行 那你以前怎么骂焦酒的 对 你以前怎么骂别人的 对 他说刀叉吃人肉我也加1 好不好 送我一副餐具 不只是这样 星光的时候还有什么 甚至就连在阳明山的土地 重划开发案都跟他有关系 但我们讲最离谱的 还是哪一件事情 果菜市场 果菜市场 我还是讲这个太离谱了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 他连续先流标三次 保险哥有没有感觉 似曾相似的感觉回来了 都先流标 北四科流标两次 他这个三次 那柯文成就跳出来 没有办法 这个厂商我们真的找不到 找不到那怎么办 我们只能开始把价格降低 把权利金降低 把工程倍降低 减相招标 减相招标 原本他们按照规划 理论上这栋建筑物应该是什么 鱼市场八层楼 果菜市场六层楼 结果柯文泽这个大天才 竟然想出一个天才主义 他说我们先盖到五层楼就好了 请问一下保险哥 有人这样搞的吗 没有这样搞 不行 我一个六层楼的房子 我说我先盖到五层楼 那你的第六楼谁盖呢 而且我还特别去找当初 鱼果菜市场的建议 鱼果菜市场有跟市府反议 结果柯文泽用双手掌会议 直接拍摆一件事情 说没关系 就先盖到五楼 结果相关的果菜市场说 不是啊 市长 但是我们这样你知道 没有什么吗 没有什么 物流中心欸 没有物流中心 果菜市场 没有物流中心 东西商榜哪里 是要怎么卖 开我什么玩笑 他说我们后续用追加的方式 再去追加就好啦 那这个相关的这个农会呢 这个包括国外市场 就没有意见了 就让这个案子通过了 所以各位现在变成是怎么样 第一 他这个一百五二十五亿元 只盖一到五楼 但这时候建筑物的结构 他有一个问题 公共安全问题 我后续他的规划 是我所谓的六七八楼 跟第六楼 通通都保留 就是我有要做喔 但保险哥请问一下 柯文哲他一定会跟你讲一句话 说你在乱讲啦 对啦我是只盖到五楼啦 但是我后续的这个追加工程 我公开招标啊 对不对 听起来没问题嘛 保险哥你敢去接别人盖五楼 当然不敢啊 你都已经盖五楼 你都盖到五楼 我发一个包 就盖六楼的 那你五楼的存在 有没有问题 五楼有没有 到时候 我盖房子盖到六楼 那五楼一到五楼出问题 是算以前的 还算我的 如果说刚好夹在中间出问题 算谁 两个一起来嘛 当然不可能 所以柯文哲很聪明 他透过这个方式 最后再追加了 45亿49亿 那请问一下是由谁得标 由中华工程区得标 所以各位你懂了吗 这是一种变相绑标 什么意思 我先给你用很低的价格绑到 但绑到的产品 也就是一到五楼 根本不服使用 甚至连物流中心都没有 然后我再跟你讲说 好我后续再追加给你 那追加到的这个预算 一样是进中华工程口袋 而且他也有用公开招标的名目 但实际上 请问除了中华工程 根本外界没有任何 所以你公开招标之名 行榜标之时 对没有人吃到这个大饼 而且这个叫做什么 为所欲为 为什么这样讲 120亿我下去的时候 请问后续他说 我基于公共安全需求 我基于冷藏的需求 我基于物流中心的需求 所以我要追加什么 追加什么 追加什么 保健哥他能say no吗 不能 不能 因为你say no 不好意思 你一到五楼就变浪尾楼 所以这根本就是绑架 而这从头到尾 这些拍板定案的做法 都是由谁决定 柯文的决定 所以你说阿雨萱 除了这个国菜市场 应该没了吧 还有还有 我们现在换到另外一个主角 我们的玉两家 第一家叫做中华工程 第二家叫做星光人寿 星光人寿 这个更厉害了 你要讲南港BOT这个案子 这个问题出现在哪里 因为原本南港BOT案子 比如说我们参照 市府转运站 我们参照台北车站 他有一个很显而易见的问题 就是说他的占有率 也就是市政府占有 未来整个新建完工之后 他的所在面积 自然只有8.12 换言之 他盖了19层楼的豪宅 可以盖商办 可以做旅馆 可以做有的没的大堆 结果我们只用了8.12 但保健哥你猜猜看 权利金他一年要缴多少钱 多少钱 不好意思一年只要2900万 然后我算每瓶 你就知道多离谱了 每瓶只要多少钱 每瓶帮公尺只要500块钱 500块 所以各位 你只要一年缴2900万的权利金 你就可以盖一栋 19层楼的大楼 然后为你所用 然后竭尽所能的 去享受当中的获利 但保健哥你知道 最离谱是在哪里吗 星光终于又星光了 星光在北四颗案件 发生一个很大的问题 保健哥你知道什么吗 等了两年 三年都没重工 你知道这个案子一模一样 还没动工 全部人都一个德性 他2025年原本规划要盖完 结果现在你知道 他说要延宕什么时候吗 到2029年 那你如果 差4年 你如果2029年还没盖完 这时候事情就大条了 因为相关的BOT有讲 你如果超过5年 甚至1地以上的年限 这个东西是可以作废的 你是会有违约的问题 但显然柯文哲管不管 也不管 通通都给新售 但不只是我们讲的 刚刚讲的BOT大楼 还有什么豪宅当然也要 我们先前简苏培议员跟我们讲说 柯文哲半夜 跑到阳宾山上去开车 那去见谁 见吴东敬 偷偷换车你知道吗 很怕被人家发现 30分钟就该管了 就现在发现不只是这样 阳宾山上有什么 星光人寿有大批大批的地 结果原本的豪宅案 已经准备胎死覆舟 没有想到柯文哲突如其来 使用他最擅长的 叫做叶克莫倒下去就好了 倒下去了 这个买污水管 结果解决了谁的问题 星光的问题 因为星光在里面 投了多少钱 17.8亿 但是呢 他们还又被人家踢爆 说不只是这样 住六支六重化区 也就是星光人寿这个区域 它有什么问题 还有所谓的挖田土方量 到58万 各位 立方公尺 所以这个叫什么 超挖嘛 就你不能挖这么多 然后挖这么多 所以这个地方 我在文化大学念书 青山路这个地方 我非常熟 这个地方本来是保护区 保护区 竟然变成住宅区 对 换言之这个地方 所有的规定 它都不符合豪宅的规定 而这块地方 它原本的大地主 叫做星光 但是 柯文哲做了什么 它让它有办法去设置污水系统 它让它有办法去超挖土方 各位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马路 就是这个 淘淘蒙蒙 这看起来根本不像是道路的地方 这看起来像是什么 像是那种乡间小路 就是保护区 跟刚才讲的嘛 保护区的道路 但这一条莫名其妙中间挖了一个什么 就是那个污水管道 那即便在环保团体再三的抗议 就是这一块 而且最怪是 这个地方有的坡度是超过30度以上 我们知道 在这个所谓的林肯大郡 很多这个房子倒塌之后 我们知道那个山坡地是很危险的 山坡地很危险 当时就讲了 你山坡地超过30度 开发是不可以的 甚至你要非常谨慎 结果这个地方 也让它开发 过去就有一个案例 大家还记不记得 纳利台风那个时候 曾经就是因为这样发生土石流 结果笑死人 又一模一样的招式 都委会相关环平委员会的委员 中公高达七位 通通拒绝出席 省影 各位 有没有事成像是 原来一个人会做坏事情 他的套路永远不会改变 永远一模一样 好 各位 这些我们刚刚讲的 我们讲的三大案 金华 北析科 台资光 那我的科文只能讲 你们都在唯唯救兆 唯救的好 那我再继续看下去 你之前在我们节目就已经讲过 万大低果在市场跟鱼类批发市场 就在我家附近 这个东西我当时就觉得很离谱了 你是六层楼的房子 一直盖到五层楼 这个其实如果说你五层楼 就可以把所有东西都处理掉 我也无所谓 跟你说 最重要的安全设施 水电设施 包括消防拐泄施 最主要的 全部放在六楼 那不叫绑标 什么才叫绑标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 真正在唯唯救兆的是科文哲 他为什么要一直讲台资光 台资光 他就是要用台资光 丢出一块肥肉 让大家去咬台资光 然后忘了金华城 忘了新瘦的北四科 忘了第一果菜市场 可是真正有问题的是 这一些案子 我们今天几个议员就在开玩笑说 市府内部流传的一份科友友的名单 科友友 不管是新瘦或者是威京 然后大家知道南港转运症BOT 是怎么抓出来的吗 我们就用科友友的这份名单 去市府撒网 这科友友名单 这几年到底承染了市府哪一些案子 然后去查 一抓一个准都有问题 要不然今天宁言峰 是怎么抓到南港转运症BOT 对 就是去索资嘛 新瘦这几年承染了市府哪一些案子嘛 结果真的又有问题啊 你好歹表现一个好一点的给我看 没问题吧 对 这个南港转运症 它是为了配合东区门户 大家知道 未来的南港 还有Outlet进驻 还有LaLaPo进驻 所以本来明年 这个转运症就要启用了 可是我告诉大家 这个转运症目前的工程进度 只有完成三分之一 即便是四年后都不可能启用 因为它上面的工程表 已经延到2029年了 但是按照表定 应该要明年就要启用了 又是新瘦 刚刚讲的 它叫做南港转运站BOT 所以它的主体目的是什么 是交通建设 可是它的交通目的 在里面居然只有8.12 也就是91.8 通通在做商办卖场 百货公司旅馆等等的 新瘦要拿去做别的 那你当时怎么骂日盛生的 是啊 然后它的第二名 运赛生还要给你9% 你只有8% 它当时的企划书 只提出9个月台 第二名的人提出13个月台 我就觉得很傻眼 这不是交通建设吗 交通建设不是提出的月台数越多 未来的交通容纳量越多吗 因为为什么要做南港转运站 是为了把市府转运站的交通的容纳量 慢慢移到南港去 因为市府转运站 目前造成市政府那边太多交通的拥挤了 所以我们要分散到南港去 结果你标了一个这个案子出去好 工程延荡不说 你盖了9个月台干什么呢 你盖了只有8.12%用在交通用途 其他的91%全部用在商业用途 你拿去赚钱的 你拿去给新售赚钱了 然后好 那你就好好的盖吧 又像北四科一样 在那边爱盖不盖的 那你这家公司显然 你就是财务状况跟你的经营能力 是有问题的嘛 那你到底为什么通通要给新售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中工也是 第一果菜市场当时用出一个减相发包 减出一个烂尾楼 逼我们一定要追加40几亿 后续扩充没有招标 我要澄清一下 没有招标 没有招标就是用后续扩充 当时就先承诺中工了 你不要你先盖出一半来 我保证后续再扩充给你 那减相发包不是减假的吗 就是减 我们就是被绑架 所以我才会生气到说 看着这么嚣张啊 我才会这一次生气到说 我要送到监察院啊 所以这个节目 你应该送到检查本 地检署吧 所以当时我们在这个节目 早就已经提出第一果菜市场的问题 在台志光之前就提出来了 所以台志光才是被柯文哲抛出来 唯唯就造的一个题目 我当时把市场处的官员 还有公务局的官员抓来排排座 我问他们说 当时为什么为了标出去 然后做这样非法的减相发包 然后大家面面相许不敢说 我最后问出关键问题说 为了柯文哲2018的连任对不对 官员跟我点头 所以我就说你们为了一个人的连任 让我们市府必须多花四十几亿 值得吗 他的选票有这么重要吗 为了他一个人的连任 这个案子就要多浪费四十几亿 我觉得我不可思议的是 但是一开始这个标案一百二十五亿 已经是天价了 已经是天价了 谁跟你想说你去搞一个果菜市场 鱼市场你要花到一百二十五亿 两个菜市场要一百二十五亿 怎么可能 结果你花了一百二十五亿 你还有一个烂尾巴 这个烂尾巴还要老百姓 台湾台北市人去收拾善后 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新售跟中工 都可以包山包海 好 新售是人售公司 他标了四百科也就算了 交通设施他也可以标 南港转运站BOT他是交通设施 可是新售是人售 中工也是 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四北科有十四家潜在厂商访谈 第一家是谁 中工 中工 所以又是中工 我们的第一果菜市场 可以是中工 我们四北科的地上权的 潜在投资人也要去问中工 什么东西都要去问中工 他不是讲吗 我最讨厌的就是蚊子蟑螂 国民党 我怎么可以跟 我怎么会突立国民党的中常委呢 所以有何康的都要先问说 老大 这个工庭你有幸福吗 这堆堆你有幸福吗 都是这样吗 中工有幸福 要先中工 中工不幸福 再找白人吗 现在是这样吗 所以我们就说嘛 现在我们要查案子很简单嘛 中工 新售 就去撒嘛 盛藤摸瓜 就是抓一个准嘛 对不对 今天这个南港转运诊怎么抓出来 就用新售当keyword的 就抓出这个案子了 那真的有问题啊 如果说他真的表现良好 我们鼻子摸摸热 好啦新售好带有一个表现好的 又偏偏又是一个大延档嘛 然后权力金又降嘛 然后里面的主体的那个功能 又只占了8点多%而已 所以我会觉得说 柯文哲你真的应该好好的去 大家说明 而且我告诉大家 我去把所有的时间点 通通归纳一下 意外惊人的巧合 怎么样巧合 通通是在他卸任前的这两年 清理战场 该给的给 该还的还 为他以后累积政治资本的 赶快去累积 是可以这样子的吗 所有的BOT案 市府的土地 赶快在他卸任前 赶快送出去 赶快BOT出去 我觉得有一个 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 黄一萍 当然有人对他表示肯定 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公务员 可是 你毕竟是瓜田里下 你有没有违反旋转文 你想想想 你是中华工程董事会里面 你是董座的 董总的办公室特助 董总办公室特助之后 你又回锅掌管北市的都发局 那北市的都发局又跟金华城有关系 不过这个来讲的话黄一萍 听说风评还可以 但是就是说 这个也荒谬嘛 这个应该有旋转门条款 对啊 所以他不应该担任这个职务 我是这样认为 然后至于金华城市 我们谈很多了 中华工程这个 我觉得也是有点讲不过去 因为中华工程是一个股票上市公司 你知道吗 那这个公司的部分 平常因为沈金金我也很熟 我非常了解他们的情况 对不对 因为这个沈金金 这个公开招标的东西 他怎么搞呢 我也不 因为他们的财务情况 我的理解并不是非常的好 那不是非常的好 他拼这个干什么呢 这个会有利益吗 没有嘛 看不出来耶 而且风险很大嘛 这样子搞的结果 翻来倒去 盯来倒去的话 风险太大 那柯文哲怎么敢干呢 这个有风险是柯文哲你知道吗 不是这个承包商耶 什么我管你的我照合约做 做不好你家的事情啊 那这里面有个不合理在哪里 你知道吗 你的第一次招标 我问你很简单的 你公家工程我们都懂 设计图出来的时候 还有一个东西跟得出来 预算跟得出来 报价 不是建筑师编预算 就报价 建筑师编预算 然后到议会去审查 那个过程中怎么会搞到不够呢 这个不够就不合理嘛 这表示你的建筑师 你要回去找建筑师的负责啊 所以这个都有究责的问题啊 搞到什么简像招标 谁发明的 这都是他先发明 这个完全违法的事情耶 这个百分之百 简像发包违法 那我现在很简单嘛 后面是追加嘛 你追加工程可以追加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吗 主体工程一百多一 我不知道多少啦 你追加工程到二三十趴 那开玩笑 那我每个案子都追加 都给你故意这么搞啊 我把百分之八十招标 百分之二十追加不就好 我变更设计就好 他还没有变更设计 他的原始设计就是不够的 这个就是工程界 没人在这样做的啦 所以我说他看头麻嘛 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你说只是单纯为了他要敢一个 市长的这个完成的工程 完成一个招标 招标让他对有 招标完成对连任有帮助吗 我都很保留欸 我都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所以我认为他这里面 他的这个市政府 是已经烂到根子里面去了 这个人可能有无知 无知而产生的勇敢 然后旁边有些懂法律的幕僚 就鼓励他去干 就干没有关系 你知道吧 那我最早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就问了台北市政府的朋友 他说你四川一上台 第一件事情就把它停掉 这个从此不能再干 所以是不是还有第二案 这样干不知道了 但是你四川规定 这个是违法 这是事实